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常讲的 在家的佛弟子 有义务要供养出家的佛弟子 为什么呢 有出家的佛弟子把生产的事业放弃 于是生活要靠在家的同学来供养 为什么把生产事业放弃呢 专心修学 蓄佛会命 弘法立身 他做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在家同学 应当要供养的 如果没有这些人发现 佛法在这个世界就要断绝 就不能够传递下去 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可是佛说得很好 那么这是不是给在家同修 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没有 佛说在家同修 对于出家人 这个供养 是有心眼多的 就这四章四章 要供养他饮食 当年在世 这是脱波的制度 所以出家人脱波的时候 一定要供养 供养他饮食 要供养他衣服 他的衣服不多 在印度只有三衣一波 衣服不是要常常供养的 饮食是天天要的 衣服穿破了 不能穿了 再供养他一件 他也不可以有很多衣服 再有时误觉 那个时候的出家人 生活非常清楚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佛陀在世的时候这样点 并没有房子住 树下一宿 这个一宿 底下也有铺垫的东西 我们现在叫铺 欧铺 可是现在出家人 这个欧铺 已经不当店备用了 他拿来做拜佛 做拜店用的 在我们佛门大典礼的时候 老佛上在当中 拜佛斩铺 其实那个铺 是从前的恶铺 不是腐败点的 是恶铺 这用途现在都变了 现在我们还有这个 实在讲是纪念的性质 知道从前生活是那么样的辛苦 我们现在过得已经是太舒服了 在要不用功 不努力的时候 对不起从前的人 让我们生惭愧些 是这个意思 他要生病的时候 一定要供养医药物 这叫四肆供养 从前出家人 只接受这些人 世尊灭读之后 一千年 佛教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来之后 我们要想的 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跟印度人不一样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过去这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 他们非常聪明 要读中国人 佛法必须中国化 生活方式 完全依照中国人的 我们中国人欢迎 很喜欢 对我们好像只有便利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于是我们穿的 于是我们穿的衣服呢 穿这个海青 这个海青 这是中国衣服 这不是佛门的 佛门的只有这一件皮衣 这是佛门 而且这件皮衣呢 在我们中国 又把它 缩小了 只有原来那个衣 三分之一大了 我们从前用戴着吸 戴着吸麻烦 现在用扣管 用这个扣管 神四座了 那么原来那个衣呢 现在斯里兰卡 泰国小城佛教 还是原来的 你看它那个衣很大 裹在身上 原来的衣是那么样的 我们中国把那个缩小了 比它方便多了 中国化 在我们自己这个衣 因为我们中国 在印度的北方 气候比较寒冷 这个三一 也是决定不能保暖的 所以在我们自己 这个衣服上的时候 披在外面的时候 表示一种纪念的意思 衣着 还是我们 自己的这个佛装 这个海青 是汉朝时候的佛装 汉朝时候的 一般读书人 大概是不做 粗乎地 穿这个佛装 长袍 宽袍 大袖子 袖子很大 所以这是中国衣服 这个不是出家人的衣服 那么出家人 到以后跟在家人 这个衣服上差别呢 就是出家人穿这个衣服 不说 在家人的时候 一定绣花纹 绣子上 领子上 他都绣这个花纹 花纹代表身份 就故事或者什么样身份人呢 绣什么样的花纹 便于行礼 在社会上 分这个尊备高下 便于行礼 你看这个 从前皇帝 也是穿这个佛装嘛 他绣的是龙 那个龙呢 五个爪 五个爪的那个龙 那是皇帝穿的 四个爪的龙 你看龙有四个爪的 你仔细看 那是亲王 那个地位就降一等 三个爪的呢 那地位就更低了 那就更低了 那是 这个皇族里面 虽然都是龙袍 看那个爪多少 那个阶级从那里分 你们注意看 你会看到 你就看到 所以他文物不关了 他这个衣服上叫张服 他这个图案的时候 代表阶级 衣服的颜色 也代表身份 代表阶级 那么出家人穿的呢 穿素服 在从前出家人穿 黑色的 灰色的 穿灰色 黑色的 都没有花纹 是这样的 那么在以后 佛门里面 老和尚主持发会 大家希望装颜一点 就换成了黄色的 袈裟就变成红色的 这个实在上都不是如法的 如法的 这个是袈裟应当是 叫杂色衣 日韩色衣 我们现在讲是 这个深咖啡色的 差不多 是这样的颜色 它是各种颜色 混合起来 日韩色的 那么像这些常识 我们也要懂得 也要懂得 所以信仰在人呢 有些人提倡 我们出家人 应该要换衣服 换成我们普通的衣服 这在礼上讲 讲得通 但在寺上讲 有留病 如果出家人都换成 在家衣服 给大家分不开了 出家人在外就为非作歹 也没人知道了 所以有些老和尚主张 这个衣服还是好 他出去之后 至少他要收敛一点 规矩一点 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 确实有这个好处 那么我们现在 出家人穿的衣服 这个海青是汉朝的 我们穿的长卦 短衫 明朝的 明朝的服装 所以这个服装 实在是比现代人 穿的服装 舒服 现在人穿的服装 都是很自小 绑在身上 绑得紧紧的 我们看到的样子 都很可怜 好像很苦 这衣服穿的宽宽大大的 很舒服 那么这是一个常识 我们在此地顺便说一说 就是供养的时候 佛教到中国来之后 这个生活方式变了 变更了 所以我们的衣服也就多了 那么也不是脱钵了 中国人对于这个脱钵 是看得很轻 就讨饭的吧 尤其这些法师从印度来 这是国家聘请来的 是国家的宾科 到以后变成皇帝的老师 说皇帝老师出去要饭 那没有一个人不骂这个皇帝了 他还能做得成吗 于是乎也要造成宫殿式的房子 皇帝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他的老师 供养老师 也要用这种房子来供养 所以这样的佛弟子 在中国身份就被提高了 帝王寺 中国人 古人 对于皇帝是非常尊敬 上行下销 皇帝敬佛 全国老百姓人人都敬佛 所以佛教育在中国 比儒家 孔孟这个教育的时候 发展得还要快 效果还要大 这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很深 很深 那么从前死云 早期是国家间 像白马斯 国家间 中国第一个死云 为什么称这位死 这个诸位也必须要知道 你要明白这段历史 你就晓得佛教不是宗教 汉朝时候 政府办事的机构 机关了 那个名称就叫死 所以皇帝下面 直接归皇帝管的 那个办事机关 一共是九个单位 名字都叫死 死的长官叫亲 我们听到古人讲的公亲 这个亲就是四的长官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是在讲的 也非常之好 各位要熟多历史 你就晓得 古时候的制度好 他的军权跟项权 也分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说是 从前皇帝都专制 专制得少 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专制 专制是少数 而且凡是专制 后果都不会好 以前皇帝都甚迁输 思想都非常开明 确实顾虑到老百姓 他怕后人骂他是个不好的皇帝 所以军权跟项权分得很清楚 宰相是他任命 确实有权管理国家的阵势 那么宰相底下半死的机关成部 所以宰相下有六个部 部的长官 那个时候叫尚书 我们现在叫部长 从前不叫部长 叫尚书 尚书就是部长 侍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次长 副部长 两个侍郎 左右两个侍郎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是两个副部长 两个次长 那么由此可知 佛教到中国来的时候 成立一个半死的机构 就用死了 跟皇帝底下半死的机关平等 它是半死机关 它不是妙啊 里头不是供神的 不是供大家拜拜的 不是的 当年的佛寺 它主要的工作 第一个是翻译经典 它是一个学术机构 第二个是讲解 教导经典 从前是这样的 这个寺的名称用本马 我们中国人厚道 经书佛像 是本马 从印度 逃过来的 他的功劳也不小 我们要纪念他 不能忘掉他 这个寺的名称就用本马 古人这个心都厚道 连有功劳的畜生 都念念不忘 宽宽是人 当初 白马是塑造的 那个白马 我相信一定就是 原来那个马的形状 塑造的那个形状 纪念他 不容易把金书 佛像从印度 背到中国来 那么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 所以供养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佛法流传到今天 时代就远了 凡是一桩事情 传久了 毕病是命不了的 所以现在的毕病就很多了 古时候出家人 你看看念念古书 平身 出家人 修道人都很清贫 没有一分钱 所以走到什么地方 的的确确 都有善心人 自动的来供养 现在这个社会不相同了 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是富翁的 富生 不是贫生的 这供养多了 这个生也富啊 麻烦就来了 道心就没有了 佛在三千年前 对于现代这个社会 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在经营上 无数次的提示我们 极才丧道 要把财看重了 名利看重了 道心就没有了 在家同修们 还能修一点福啊 他虽然没有道心了 他还能修一点福啊 出家人呢 你修什么 福也修不到啊 说个不好听的话就 早一夜 现在 想一点点福 说再讲那个福 假的 我们修正面修 集那么多钱财 集那么多产业 存在你妄想之中 这大妄想啊 实际上 一样都不是自己 你每一天 你还是穿出家人衣服 你总不能做一套金衣服来穿吧 你也不过就是吃三餐饭而已啊 怎么样享受 还事有限啊 而造作的罪业 不久 就到阎乐王的那区 报道 三土苦报 那个十戒之长 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好心出家 去造罪业 将来要去堕地狱 这不叫愚痴啊 世间人 还有哪一种人 比这个更愚痴呢 我想没有了 在家人想堕地狱 不容易 那要造武力罪才堕地狱 可是出家人堕地狱 太容易 太容易了 古人常讲啊 地狱门前僧道都 这个话说的是有道理 不是随便说的 因此 那么现在这个 佛门供养已经成习惯了 只要你穿这个衣服 就有人来供养 那供养怎么办呢 要懂得准供养 他供养我了 我那头就去了 将来自己不能成就啊 这是俗话常说 今生不了道 披毛袋就要还了 我转布施了 将来要还了 他们替我还 我就不要还了 这个要想通啊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 赶紧 辗转布施 纵然我不了道 将来还债 有很多人替我还了 我也没事了 那么这是说的这个 这世尊在戒经里面讲的 很简单的供养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